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声对金夏道 袁大虾 你这领导也推没有眼力见了 金夏小声道 谢袁袁 你别过分呀 你要是欺负他那就是给我找不痛快呢 他毕竟是我领导 谢霄道 放心 我知道了 为了你 我也不能挤对他 陆毅听见金夏和谢霄之间小声地嘀咕着 心中略有些不悦 他岂会不知道这个场景略有些尴尬 那一刻 他真心觉得自己病得不轻 为什么要陪着他俩出来吃肉串呢 可是 当他看见谢霄看着金夏双眼放光时 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出来了 三个人的烧烤 谢霄将金夏和陆毅带到了自己的烧烤店 他笑着对陆毅道 兄弟 第一次来吉林吧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吉林的烧烤 谢霄将金夏和陆毅带进包房内 包房内是一个圆桌 里面的装修是海贼王风格的 陆毅只觉得幼稚 但是却又没有说什么 只是自如地坐在了金夏的旁边 谢霄将菜单递给金夏道 袁大虾 你看看喜欢吃什么 我让他们给你烤 金夏拿过菜单后 立刻递给了陆毅 笑着道 陆总 您看看您想吃什么 不用客气 今日谢霄请客 谢霄不悦地道 他吃过吉林烧烤吗 能知道什么好吃吗 陆毅根本不理会谢霄的调侃 而是低头看着菜单 开始点串 金夏看着陆毅点了酱油筋 大羊肉串 熟筋 肥瘦 烤真鱼 西纸金真菇 西纸土豆片 西纸茄子 烤大虾 烤面包面 辣潮咸子 烤扇贝 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笑着道 陆总 您很懂行呀 您点的我都爱吃 陆毅抬头看了一眼金夏 故意调侃他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不爱吃的东西吗 金夏被揭穿心思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谢霄看见陆毅和金夏之间的互动 略有些不悦地道 谁说没有 袁大虾就不爱吃臭豆腐 陆毅抬头看了一眼谢霄 看着谢霄正在用挑衅的眼神看着自己 她冷哼一声 心中暗道幼稚 他们两个人的暗中较量 金夏自然没有接收到 因为她一心想着自己的美食呢 她笑呵呵地对陆毅道 陆总 你是不是没吃过疙瘩汤 吉林烧烤店的疙瘩汤那才好吃呢 随即 她又加了一份疙瘩汤和一份炒方便面 又点了烤毛蛋 烤蝉蛹 烤鸡心 烤鸡爪子 烤鱿鱼 加冰的扎皮 肉串陆续地上桌 谢霄乐颠颠地让服务员将扎皮拿了上来 虽然她有些看着陆毅不爽 但是看在金夏的面子上 还是将一杯扎皮放到了陆毅的面前 一杯递给了金夏 笑嘻嘻地献殷勤道 袁大虾 你最爱的嘉宾扎皮 金夏看着满满一大杯的嘉宾扎皮 立刻接过来笑着道 懂我 来 咱们一起干一杯 陆毅看着金夏拿过扎皮便要喝 立刻阻止道 女生怎么能喝嘉宾的啤酒 金夏不解得道 女生为何不能喝嘉宾的啤酒 陆总 您是不是没喝过这样的 口感特别好 您尝尝 陆毅再一次拒绝道 你怎么这么爱喝酒 别喝了 谢霄看见陆毅约束金夏 不悦得道 你怎么管得那么多 她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 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 金夏听见谢霄指责陆毅 立刻出来打圆场 笑呵呵地道 谢圆圆 别瞎说 陆总是为了我好 明天我们还有工作要忙呢 不能耽误正事 可是看着眼前的嘉宾扎皮金夏馋呀 故意又转头笑呵呵地对陆毅道 陆总 您尝尝这扎皮 配着这烧烤特别够味 其实吧 我酒量还挺好的 这扎皮我喝个五 六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想着还有工作要做 我今天就陪你们喝一杯 就喝一杯 陆毅看着金夏可怜兮兮的样子 无奈地道 只能喝一杯 金夏立刻点头道 嗯 就喝一杯 谢霄不满道 我说陆总 你也太瞧不起袁大虾了 想当年他可是一口气能够干一杯的 我们班男生都不如他 你呀 还真是不了解他 金夏瞪了一眼谢霄 道 你还好意思提那次的事情 咱们和四班聚会碰上 拼酒 你们居然让我们三个女生打头阵 谢霄笑道 那是我们对你们三个有信心 你们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不适 立刻将四班的同学震住 吓得他们不敢和我们叫霄了不是 陆毅听着金夏和谢霄的对话 一脸的不悦 金夏和谢霄一起经历的事情 那是陆毅无法参与的过往 陆毅心中怎会不知道 大学时光是人生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好吃的肉串 金夏和谢霄聊着的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陆毅 他拿起烤蝉蛹 递到陆毅的面前 道 陆总 您尝尝这个 特别美味 陆毅看着这个烤蝉蛹 略有些躲闪 拒绝道 你自己吃吧 金夏没有因为陆毅的拒绝而将他拿走 而是再一次将蝉蛹往陆毅的方向递了递 道 陆总 您尝尝 我真的没有骗您 这个特别好吃 并且营养价值还高 陆毅看着这串蝉蛹还真是没有食欲 内心充满了拒绝 正在此时 谢霄突然间抢过来 金夏手中的蝉蛹道 他不吃我吃 陆毅看着倩倩的谢霄 心中很是厌烦 瞥了他一眼 故意对金夏道 那好吧 我尝尝 金夏立刻从谢霄的手中将蝉蛹抢了回来 递到陆毅手中 道 您尝尝 保证不让您后悔 陆毅试着去吃蝉蛹 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吃蝉蛹 他内心是拒绝的 可是当他吃了一口后 却神奇地发现果真美味 金夏看着陆毅的脸色 由之前的嫌弃到现在的面露满意之色 笑呵呵地道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好吃吧 陆毅点了点头 道 还不错 金夏又帮陆毅盛了一碗疙瘩汤 又给陆毅加了一些炒方便面 又细心地给陆毅递上了烤大虾 烤鱿鱼 烤毛蛋等 这些都是金夏平日里面最爱吃的 陆毅由最初的嫌弃到一点点的接受 不得不说 谢霄的人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他店里的烧烤还是不错的 金夏一边吃一边照顾着陆毅 谢霄气得直翻白眼 而这一切 陆毅自然心知肚明 他感觉得出来谢霄的不满 便突然间觉得心情大好 本来他也没有想让金夏照顾自己 毕竟这样有失身世风度 可是当他看到谢霄生气的表情时 便心安理得地接受金夏的照顾 看着金夏递过来的那些肉串 陆毅来者不拒 全部纳入腹中 谢霄的家世 谢霄看着金夏一直在照顾着陆毅 为金夏扒了一只虾 送到金夏的碟中 道 圆大虾 你最爱吃的虾 金夏略有些埋怨地道 谢圆圆 你干嘛把虾皮扒掉 虾皮和虾肉一直吃才够胃 谢霄道 哎呀 我忘记了 金夏凶巴巴地道 你别帮我弄了 我自己来 金夏一边吃一边对谢霄道 谢圆圆 这家店是新开的吧 不得不说 你家这个烤肉串的师傅手艺不错 谢霄自信满满地道 不错吧 我就知道你好这口 明天我再带你去吃烤鱼 火锅 都是你喜欢的口味 金夏疑惑地问道 附近这几家店不会都是你的吧 谢霄道 那是自然的了 这附近连续的五家饭店都是我的 上学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要将你喜欢吃的都集中在一条街 现在我可是做到了 陆毅听见谢霄如此说 不禁看了金夏一眼 那一刻他不禁有些紧张 想看看金夏的反应 谁料金夏不但没有丝毫的反应 反而一脸吃惊地问道 我说谢圆圆 你不会真的打算做餐饮了吧 你老爸能同意 谢霄道 他凭什么不同意 我凭自己的本事赚钱 谁规定赚钱非要去弄他那行 金夏道 可是你老爸送你去学电器 就是想让你接他班 现在好了 你来弄餐饮 谢叔叔不被你气晕才怪 谢霄笑呵呵地道 要不然你别走了 来我家接班 我老爸要是知道你能来 那一定高兴坏了 金夏怒道 滚 谢圆圆 你能不能别总拿这是开玩笑 你在开玩笑 信不信小爷揍你 谢霄略有些失望地道 我没开玩笑 我认真的 金夏笑着道 我才不要去呢 我怎么说也是一个电器设计师 你让我整日和高压绝缘件打交道 你不觉得大财小用了吗 谢霄切了一声道 真不知道你为何将自己弄得那样累 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干嘛让自己那么辛苦 做些简简单单的工作不好吗 金夏道 你懂什么 那是一种乐趣你是无法体会的 谢霄道 算了 喝酒 路易听着谢霄和金夏的调侃 心中无畏巨杂 他看得出来 这个叫做谢霄的虽然话语中带着玩笑的意味 但是貌似情却是真的 而对面这个专心吃肉串的女孩子 只是把她的话当成玩笑听一听 根本没有在意 那么她在意什么呢 她貌似并不懂感情的事情 是还没有开窍呢 还是假装不在意呢 其实 这一切也不能怪金夏 她上学时期班上40个人 就三个女生 整个系160人 就12个女生 男女比例失调 以至于金夏就和这一群男生一起度过了大学三年 因为男生比例多 学里的女生又多数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 同学们在一起仿佛也没有那么多性别之分 大家在一起经常调侃开玩笑 各种各样的玩笑 以至于金夏将她们的话都多数不当真的 一耳听一耳冒 就像谢霄说 为了金夏开的肉串店 开的各种各样的饭店 对别的女生而言 可能早就感动得一塌糊涂 但是对金夏而言 那就是谢霄赚钱的道道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